就發現其實委員其實是一個 被政治耽誤的歌手對不對 以前有玩樂團 大學的時候玩樂團 大學的時候玩樂團 你們早知道照片出來 那是委員競賽的時候啊 大概大二的時候吧 大二的時候 那時候流行很大的大框的眼鏡 是Beatles的那個時候嗎 對我曾經從頭髮流到到肩膀這麼長 哇塞 那時候玩樂團的時候真的這樣 就是一個Rocker的概念就對了 我們樂團他們前陣子還有表演 然後但是因為我忙沒有時間 他們有還一個 那時候叫政大吉達社什麼 幾十週年的一個表演 還不錯 原來是這樣 所以委員真的是一個 算是一個音樂人啦 如果沒有踏入政治 可能就會走上 還好沒有走音樂這條路 不會有太大的表現 不過我們的主唱很有名 是誰 陳子虹 我知道 陳子虹老師是我們主唱 他現在還在音樂圈 而且培養很多新的人才 不錯 我們不久前才吃飯聚會而已 真的很棒 所以這個音樂一直來說 都是委員的一個 就是算是小小的 知道怎麼講 就是 一定要有這個音樂 所以你才會有掏 怎麼講 洗滴自己的感覺嗎 我到現在還是玩樂器 因為他是很 政治人物都要有些紓壓的東西 那對我來講 玩樂器是蠻紓壓的 像我辦公室也擺了一把被子 家裡有兩把被子 所以只要有機會就拿起來玩一下 而且 玩的時候很專心 大概半小時就 忘記所有煩惱的事情 所以紓壓的方式就是玩樂器 沒錯 委員真的就是不只是這個音樂很厲害 其實他本身也是一個外交出身的一個學者 學者出身之前 委員有當過這個 東吳大學政治協教授還有系主任 那他同時在這個 進入政治圈之後 他也有擔任過我們在 民進黨國際部的主任 那最重要是他剛才踏入政壇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外交部以及 陸委會的諮詢委員 那後來經過了這個參選之後 就成為我們板橋區的立法委員 而且長期待在這個國會 外交國防委員會 然後長達很多年的時間 而且有連續拿過10次 是公督謀的評鑑的優秀委員 真的這個豐公委員真的太多 所以委員你有沒有想要補充一下 沒有太多 不過我曾經在外交部待過 當然過他們外交部叫研究設計委員會 就研究政策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曾經在公部門 在政務部門待過兩年的時間 其實委員的政策一直都做得很好 因為在很多的這個競選總部裡面 委員如果擔任裡面 相關的這個重要的幹部 其實他都是在政策面 就提供很多很棒的資訊 尤其外交現在是我們台灣 最關心的事情嘛 但是委員我真的很好奇 你以前就是是怎麼樣 可以進到這個外交這個領域的 就是說我看你的所學 你是政大外交系 外交系 科班出身 然後後來又去UCLA 去念了碩士跟博士 所以是一個很完整的學術經歷 所以你可不可以談一下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也碰到剛好 中美斷教的一個關鍵時刻 那時候我就決定要讀外交系 那我們那時候是先填志願後分發 所以還沒考試之前就先填志願 所以會讀什麼學校不知道 但是我當時就是第一志願 就是政大外交系 所以那時候是我們班上 維爾 就是把政大外交系當第一志願 就表示說那時候真的是想讀外交 那我們班上的同學 幾乎這個一半以上要嘛讀研究所 不然就考外交部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我要出國讀書 給自己深造的機會 然後所以就走 這個到國外留學這條路 然後在國外留學期間 開始對學術有興趣 所以就想說那我就做政策研究 國際關係研究 不太想走職業外交官的路 所以我沒有去考外交部 那回來就在動物大學教書 可是我同學還有好多位在外交部上班 那現在應該都已經是各個地方 對有些是大部分大使級的 這個處長館長的已經很多 但是你在國內其實跟他們可以配合啊 因為你今天是立法委員 我相信有很多外交政策 因為政治是轉動所有事情的這個中間的螺絲 你明天要執行什麼東西 先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你問謝庭嗎 我大概不能講啊 不過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我們跟同學 我們同學互動很多 我們不久前才辦 我不知道是講多少年的同學會 我們幾乎每年都會辦一次同學會 而且來的很多大概二三十個有 是 這麼多 那算是還蠻團結的 我們班那時候就很團結 所以我們這個教 那時候被稱為政大豪傑之班 豪傑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在各個領域都很優秀 但是我大學的時候沒有很認真讀書啦 都在搞樂團 都在玩樂團 可是沒有人家說音樂會啟發人的智慧 小朋友不是baby的時候 應該都要常常聽音樂嗎 其實我覺得學音樂對我來講 影響很大 對我從政也好 做學術研究也好 這個影響很大 以前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到處網路上一抓樂譜啦 什麼都有 我們以前都要自己抓歌 就聽音樂 而且那時候是卡帶 所以你要自己去聽個Doremi這樣嗎 對然後寫譜 所以是很認真聽歌 所以你在抓歌 尤其像我們這種彈貝斯的 是要認真去聽 歌曲裡面的貝斯的聲音 對 然後再把譜寫出來 所以那是很辛苦 而且是很需要有意志力的 專心啦 專注力 對因為如果譜的話 我們聽到這平常旋律的那個Doremi 可是貝斯是後面的那個算是拍點 所以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抓歌 以前是放卡帶 所以經常是一段要聽好幾遍 轉來轉去 Full word Full word 那個Back word 這樣轉來轉去 然後聽音樂 甚至會把卡帶聽壞好幾遍 而且當然有錄音帶 錄音帶現在還有人在網路 沒有啦 我講卡帶很多聽不懂 是卡帶是什麼 對不對 在我這個年齡還有 真的嗎 可是就是會很麻煩 你要一直Repeat 然後又倒帶 所以我剛才聽 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學音樂來講對我幫助很大 然後可能你不敢相信 我以前高中要升大學的時候 是聽搖鼓音樂睡覺的 聽搖鼓音樂 而且是重金屬的 很吵的音樂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 蠻有紀律的一個小朋友 我要考大學 第一次院讀正大外交系 所以那時候我都是 傍晚回家就睡覺 吃完飯就睡覺 對 然後大概12點 1點起來讀書 高三那一年 比較安靜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 可是睡覺的時候外面還很吵 對 那怎麼辦 就聽更吵的音樂 所以聽熱門音樂重金屬 然後蓋掉所有外面的雜音 然後睡覺 所以很多人不敢相信 我竟然是聽搖滾重金屬 然後睡覺 然後入睡的 然後來從此也喜歡重金屬的音樂 所以很怪 怪卡一個 很特別 因為這樣真的可以訓練的專注 你看連這麼吵的音樂都睡得著 所以後面做很多事情都會成功 所以我太太常講一句話說 你實在太厲害了 一上床躺下去不到10秒鐘就睡著了 外面再怎麼吵 她看她的電視 我說你繼續看你的電視 我睡覺我就睡著了 這大家都會很羨慕你 真的 我是很神經很大條 立刻入睡 所以我在車上也好 或在家裡 然後在外面辛苦的時候 有時候在辦公室 啪啪啪就睡著了 這也過去的訓練有關係 哇 我已經跟我們講了 他在音樂的這個小小的故事 然後當然我們也從裡面也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會知道 怎麼會想要踏入外交領域 但是也很想問問 因為你那時候選擇的是民進黨 我們看到很多政大外交畢業的學者 可能最後都是走到藍營的這個政治道路上 那你那時候是對民進黨是有什麼特別的熱愛嗎 還是對台灣有什麼想像 我大學的時候是國民黨的 那時候應該每個人都要有黨政吧 對我大學的時候是國民黨的 可是我真正的轉變 或這樣的一個改變是在國外 因為我到了國外之後 接觸到過去在國內接觸不到的東西 我那時候在打工 在UCLA打工 我在這個叫東亞圖書館 當那個櫃台 是是是 借書要進過櫃台 還有一個叫整理書等等 所以我們東亞圖書館 是專門收集亞太國家的 東亞國家的書 其中當然台灣的書很多 其中有很多的禁書 台灣看不到 台灣看不到的書在那邊看得到 所以我在東亞圖書館 就是我們學校東亞圖書館 當館員的時候 公讀生的時候 我大量的去看這些書 另外我參加了我們的台灣同學會 所以那時候我們開始學習 如何用台語演講 而且我還會翻台語字典 對 所以整個台語音 它叫回音不敢 大家可能知道 厚厚一本台語字典 所以我在這邊學台語字典 怎麼樣找到那個漢字 然後怎麼樣正確的發音 所以台語演講等等 所以我真正的轉變是在國外的時候 而且那時候還有黑名單 所以我的室友 我的好朋友們 基本上都是屬於比較 偏本土派的 甚至是所謂偏台獨的 甚至是所謂偏台獨的 我要跟觀眾朋友補典 因為委員他的台語真的講得非常好 就是以一個學者出身的民意代表 他的台語真的非常的冷靜 有錯了 我在學校教所有台語不好 真的嗎 選舉之後 選舉之後還比較好 選舉之後開始 台語有練 但是真的叫我用演講 真的是要到選舉之後 因為我們這一代的小朋友 就真的是我們母語可能 已經不是那麼像台語 我們還是以國語為主 然後像我自己也是 就是看民視看山地區 去了解這個台語怎麼講 所以委員他可以真的把它變成是一個 很親民的語言 跟大家互動 這真的是對於經營地方 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別 小時候在鄉下長大 然後我們當然一樣 在講台語要罰錢的 在學校 所以在學校裡面是講 講國語 可以回到家 我爸媽我奶奶我阿公 東東講台語 離開學校全部講台語 所以對我來講 不是太大的問題 可是我讀初中 國中高中之後 就是以國語為主的環境 所以真正是到國外 再重新再pick up 再重新拾回我台語的記憶 很特別喔 但委員 你怎麼沒有留在美國教書 你怎麼會想到回到台灣 其實我當時 真的是沒有想過說 留在美國 我同學裡面 UCLA同學裡面 在國外的留下來的很多 可是我們這一群 就比較本土派的 或是比較台土派的 幾乎每個人都講好 要回來台灣 要來台灣回學校也好 或在各行各業 繼續展現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那一屆同學回來的很多 那我回來也還好就是說 國立學校申請不到了 因為種種原因 東吳大學我就申請到了 所以我就回來東吳大學教書 而且東吳大學也比較適合我 因為東吳大學是一個 比較自由學派的一個學校 所以學校裡面藍綠都有 而且大家是比較自由開放的社會 對的一個學校環境 所以那樣的環境也比較適合我 對 如果真的把我丟到台大政大 我可能會受不了 像我台大正是畢業 我們老師真的是藍的比較多 然後再都教出很多台灣派的學生 蠻特別的 學生比較特別 還有....